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用冬瓜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营养美味,做法简单 清洗干净的冬瓜先对半切开 再削去外皮 再分成两半 切出勺子去除瓜瘾部分 接着把冬瓜改刀切成长条 准备一根胡萝卜削去外皮 切成长段 再改刀切成小长条 清洗干净的青红椒 切成滚刀块 准备一些大蒜 压扁后切成蒜末 再切点姜末 锅中水开后加入少许食盐 几滴食用油 倒入切好的冬瓜 胡萝卜 大火烧开后煮一分钟左右 煮至断生后捞出备用 锅中油热 倒入姜蒜 小火煸炒 炒出香味后 倒入冬瓜和胡萝卜 加入适量食盐 一勺白糖 倒入切好的青红椒 翻炒均匀 翻炒至青红椒断生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冬瓜营养美味 清淡爽口 特别适合炎热的夏天 感兴趣你也试试吧 欢迎留言指导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